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2月12日星期五 我是Joy 今天是我们农历新年的第一天 那在这个新年的第一个视频里面 我也想带我们GoMarkets中文部 祝大家新年快乐 牛年吉祥 牛气冲天 牛股相随 2021一起发发发 那我们照例来回顾一下昨夜市场的情况 那美国三大股指呢 是涨跌不一 纳斯达克收涨0.38% 而道琼斯指数呢 是微跌0.02% 拼多多呢 股价再创新高 盘中一度达到了208美元的高位 而收盘呢 则再度回落至200美元的下方 收盘199.80美元 那Bilibili呢 则因为最近百大UP主 Lexper所上传的一则视频 而陷入了争议 目前的股价呢 是下跌了5% 目前的舆论呢 给了Bilibili的运营很大的压力 而导致了目前的股价 下跌了不少 但是我认为呢 这个是暂时的 因为这个风波呢 总会过去 所以我们目前呢 主要是要看 B站将如何应对 这场攻关危机了 而Uber呢 优步则在昨天收盘之前呢 公布了第四季度的财报 净利润和营收啊 均不及预期 导致了股价下跌4% 目前的收盘价60块7毛 那我们再来看看 大中商品方面 黄金呢 上冲1848美元的关口失败 与布林黛的中轨 沉压 现在的价格呢 是1826美元每盎司 而白银的跌幅呢 不太大 现价呢 是26块9美元每盎司 而比特币呢 昨夜啊 是上破了48500美元一枚 日内的涨幅啊 一度扩大至了8% 现在价格呢 有所回落 跌至了47000美元一枚 那春节期间呢 还是请大家注意市场的风险啊 目前呢 不管是美股 还是中国的A股 都已经到了一个 高处不慎寒的关键位置 有持仓的朋友呢 可以考虑 适当减仓 或者落袋为安 一起过个好年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 谈前解析的全部内容 喜欢的朋友 欢迎点赞评论加收藏 谢谢 在线交易首选券商